我从小在仁义长大 十八岁我去上大学之前 爸爸送给洛一本 中华戏剧百年精华 他跟我说 表演并不是笑一笑 哭一哭 几秒钟之内掉下一滴眼泪 就叫做表演的 否则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 用尽一声 岂而不舍地去实践他 这些年来 我也演了不少的戏 但是从来没得到过 我爸爸的建议 我甚至觉得 他好像都没看过我的戏 刚才我看见杨乐了 长得越来越帅了 这小子戏演的也不错 看 来了 这还留着呢 这戏好几年不演了 有点生了啊 您这可别谦虚啊 台底的观众反应都热烈着呢 真的 真的 那说明演得不错嘛 我认为 我认为 还敢那么一样